歡迎收看新鮮話 給你娛樂最新鮮 我是郭敬 我是孫祺君 祺君 你最近台語練得如何 還不錯 我們現在戲已經拍到一半了 也該練好了是不是 對 再不練好這樣就不對了 對 但你練台語 平常會聽台語歌嗎 會 其實我真的用盡所有方法 所以在車上就是開去片場 或只要在車上 我就會播到台語的頻道 然後就去聽 台語頻道有時候 不是會有賣一些有的沒的嗎 那個空吧 空空 對 那些 那是什麼肩膀酸痛 對 也比較口語化的關係 那是廣告中間會聽到 但主要就是去聽他們唱歌 有些口氣 是 因為耳朵聽習慣了 你嘴巴說的口音就會越來越響 沒有錯 我們今天邀請到 兩位重量級的台語歌手 你如果台語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請教他們 好 沒錯 他們就是閩南語界的 金頭玉女來 歡迎翁立友大哥 你好 歡迎 翁立友大哥 齊君好 大家好 歡迎謝金晶 兩位金頭玉女 不敢當 年紀都有了 我應該是這個 很年輕 很年輕 看起來都非常年輕 金頭玉女感覺好像 還沒拿到身分證 你拿到身分證就差對不對 拿到身分證要幹什麼 而且我們拿到身分證 像我拿到身分證已經拿到很久了 我們都知道 一直缺一張結婚證書 你看 所以 佩偶蘭還沒有名字是不是 對 所以你看已經都幾歲了 所以應該叫曠南 曠南 曠南要搭的應該就是 曠南要搭的應該就是 曠南要搭的就是怨女了是不是 曠南要搭的就是怨女了是不是 她是願不願意的怨 願不願意的怨 願不願意的怨 因為兩位很常被說在一起 這個緋聞的事情大家也都 在外界眼裡 你們是同進同出 同進同出 對 因為同公司 然後這個 不管是演出 還是你看金金剛進公司 出專輯 我們兩個已經合作了幾張 第一張也有 然後二 三張 都是朱大哥跟利友哥 都是朱大哥 對 朱大哥 對 真的 都是朱大哥從中牽線 不是你自己要求說 我每一張都要參與嗎 不... 朱大哥 因為朱大哥說 利友 你就好好的照顧我女兒 對 對不對 然後 照顧到說都要穿同一件衣服 對 行李裝的部分 這個要解釋一下 這個是我們那時候 發第二張唱片 幫你秀名名的時候 然後那一年剛好是猴年 剛好又是過年時亞 過年了 所以一起穿同一件衣服 一起回洋家是不是 過年時亞 過年的時候 不是過年的時候嗎 喜尊跟喜亞 喜尊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台語人的話 你會說過年時亞 台語人是什麼意思 就是很會講台語的意思 就是常常都會跟家裡面 人講台語的話會講這一個 過年時亞 我覺得他們現在有點硬 因為過年不需要比這個 對啊 這是愛心的 為什麼要比愛心 這個是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事 事後 齊聚 比這個有什麼嗎 對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也可以比給你看 這個有什麼嗎 對不對 很習慣了耶 不要說我跟他比 我跟郭靖比對不對 對 我跟妳比也可以 就怕郭靖不要而已 真的是不要 真的啊 直接被針對 不是 但是為什麼要穿 同一套衣服啊 因為過年我們那時候去迪化街 然後宣傳我們的新專輯這樣子 然後又剛好是猴年 然後想說就穿一個紅色喜氣 然後上面有一個猴子這樣子 金金準備了啦 對啊 特別準備了 因為我那一天很... 那一天好像要忙嘛 沒有 我們那天去迪化街 迪化街 剛剛他有講說去迪化街 為什麼兩個人好像配快記憶 好像有點模糊 因為你剛剛沒有配對好對不對 因為好幾年前了 一兩年前 對啊 這個兩年前了 兩年前 你們兩個總有一天 也會穿同樣的 因為今年可能過年特別節目 就一定要穿同樣的 對啊 為什麼 要換你們穿情侶裝 我們不會穿到情侶 頂多同色系 要穿到這樣 其實真的是要有一定的關係啦 是 好感情 可能那個門檻會過去 可能會踩過去那個門檻 不過剛剛有說到 金金自己是發行新專輯 對 我的新專輯 宣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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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這是我的第四張個人專輯 叫宣傳 還有DVD喔 有 我們的專輯裡面都是 對 每一首都有 八首新歌 八首MV 但為什麼這張專輯裡面 沒有跟利友大哥合唱呢 對啊 你怎麼一共同一首 連續三張 第四張 這樣就一共同一首 利友哥已經很奉心了 說得好 很奉心了 很奉心 已經跟我合唱三張專輯了 對 唱了三張了 那我覺得說 你三張是每一張十首歌都唱嗎 還是說只有一首 一首 那就是他的專輯嗎 我覺得 大家聽說到底是經驗的專輯 他的專輯的力點 我覺得也夠 然後我一直覺得他在進步 我覺得說 一個歌手將來要大氣 要成為大將 一定要有一首自己的 獨唱的代表作 你看金晶的 蘇聯你的心 蘇聯你的心 我就是要加深你們 我就是要加深你們的影響 叫做什麼歌 蘇聯你的心 對 朱大哥最喜歡這一首歌 而且這一首歌 現在KTV的點播率很高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這一張再來一首獨唱的 那個整個對不對 他的整個格會更上來 他就可以一支獨秀 個人擔當 對 但是我還是不太希望 你太放心我 還是可以常常陪我這樣子 那你下一張專輯就是 朱大哥就是不放心 直接吃喔 對不對 這是Part 2這個意思 對 然後Leo哥再回來 回歸 沒有問題 反正歌唱事業就是服務業 只要大家覺得 我要怎麼辦 我們想怎麼辦 我們就順著大家的意思嗎 這麼順嗎 可以這麼順從大家的意思是不是 就是當然也是要合理 合理 太不合理了 合理的要求 對 因為想說他竟然提出 這個要求 我記得那個Leo大哥 你前陣子的演唱會上面 你有在跳舞對不對 對 在小巨蛋 因為我想說你都是唱一些比較 比較大氣的歌 深情的歌 怎麼突然跳起舞來了呢 就是要騙 不是... 就是要 騙取大家買票進來 而且你看他穿著金光閃閃的 對啊 這是舞蹈嗎 奇怪的問題 這是什麼奇怪的問題 我跟你講 這是什麼舞 這是那個方塊 我跟你講 其實郭靖應該有經驗 什麼經驗 其實我覺得我可以跳更好 但是後來為什麼會 好像有一點像在KK有沒有 因為服裝做得太合身了 這個手比較偏就對了 我們在練舞室的時候 排練舞的時候都穿很輕鬆 很輕鬆的衣服 對 就很容易伸展 但是服裝不通常都是會 量好你的身材做的嗎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 我在練舞的時候 他們才開始做 做完的時候套上去才知道 怎麼KK 太緊了 對 那你要不要雪齊一下 對 今天感覺你穿得滿輕鬆的 對啊 今天很鬆啊今天 不是啦 就大家看過就好了 沒有 太黑 要由下一次演唱會再進來 大家再進來看這樣子 音樂 我怕這個我們這個對不對 齊君跟郭靖的節目 對不對 來囉... 怎麼是這首歌啦 要不然就是跳 你有另外一種 別的舞都OK 那我們要追蹤你 我們追蹤你... 對 最近不是大家都很流行 什麼抖肩舞 你也有在專演這個舞蹈是不是 這個沒有什麼 感覺很像飛飛的 對不對 這個就這樣子而已嘛 好 有沒有什麼訣竅呢 就是有沒有什麼訣竅呢 有沒有什麼訣竅 有要插腰還是什麼嗎 有需要嗎 是不是表情啊 這個好像跳的時候的臉是 千萬不要有表情 對 我覺得裡面有效果 就是你把自己當成是一台車子 然後你現在要右轉 我要右轉 這個就當成是方向燈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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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然後方向燈會壞掉 對 所以說我們都只能右轉 我們都只能右轉是不是 那它左轉的時候怎麼辦 那它左轉的時候怎麼辦 它只能右轉喔 只能右轉嗎 不好意思 左邊我比較不會 對 依照你這樣講 依照你這樣講 要打燈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騎這台摩托車的人 那個車就一直這樣晃有沒有 這隻很危險 太危險了 現在大家不是都流行嗎 前一陣子那個醫護人員 很多衣服 對 網站上面 因為他們工作其實壓力很大 然後剛好透過這個舞可以 宣洩一下 你剛剛有一點新的 你有加這個 你有加這個 不是 我還要來上好幾次 不要一次都 先保留 OK 好的 我們期待你下一次 這次斗尖 現在是看要抖什麼 好 斗邊地方 那真的是大家要求 他就會願意有一些展現 當然 因為我知道我們這個節目 好像東南亞都看得到 應該 應該所有網路 很多城市都看得到 網路也看得到 對 所以你看 就用你們兩個的這個藝名 你看 一個叫郭靖 一個叫齊君對不對 我們要進軍國際 就一定要來你這邊 還想了一下 這個滿厲害的耶 你想多久 真的昨天晚上就在想的嗎 隨便信手就你來 信手就你來 不過講到這個演唱會 金金也很常擔任你 演唱會的嘉賓嗎 對 就上次小巨蛋的時候 小巨蛋的時候 對不對 上一次有四位 就是這個林良歡 林珊 還有黃思婷 是 還有我 那即將那個東南亞的巡迴 也會 跟上去 我本來是要麻煩四位女生 跟我一起去 對不對 但是因為經費的關係 沒有 沒有啦 好像我下一場在新加坡 是那個主辦單位 新加坡 他們那邊的主辦單位 指定要謝金金 對 謝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是第一場 對 在三月份的時候 講到新加坡 其他那三位 我如果有在 反正你是巡迴 對啊 你每一場可以每一場 真的 如果他亞洲 亞洲地區 我可能都是會麻煩金金 但是如果下一場在蘆洲 為什麼這在蘆洲 怎麼辦 他剛剛自己都蘆洲 這兩個字都快講不出來 我還真的不好意思講 你們不要看不起蘆洲 因為蘆洲有一些廟會 有一些大型的活動 那我還是可以邀請那個 黃思婷 我也很想去 不要啦 你亞洲去 我亞洲就好了 對 因為錢要讓一些 給一些好朋友賺 但是你們出國的時候 是不是都除了去演唱之外 其他時間是不是都在吃 你們私底下是會一起出去吃飯 人活著不吃要幹嘛 不是 因為我問你 我這一集 是拿過手版最多的一次 這些照片是什麼東西 這全部都是他們去出國 然後在吃東西的手版 我媽跟阿公耶 沒有 因為有些人 你說到外面去開演唱會 可能是你現在就在房間休息 但是你還是會 硬是要跑出去吃東西 有機會可以出國去玩玩 人家說 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我們就是要融入當地 因為當地 比如說東南亞 水果最有名的 就是榴槤 山竹 我們當然要嘗試一下 是... 不吃要幹嘛 對不對 那麼苦 對不對 那麼辛苦 你看龍蝦 你看龍蝦 在海裡游了那麼久 不抓牠 不抓牠來幹嘛 牠就在等 對不對 誰要把我救上來 對啊 誰要把我拉上來 對 聽你怎麼怪 在那邊講一些 我還認真聽 我聽說就是 列友哥在得金曲獎那一年 也去拍戲了對不對 你有拍戲 對 他有拍電影 拍那個戲 就傻傻的去拍了 才知道說拍完戲 導演最後問我 殺青戲 然後最後問我說 怎樣拍戲好玩吧 我說還不錯 他說有沒有什麼心得 有 有 有沒有什麼感想 有 那說來聽聽 我說包括導演 還有李珍 我決定把歌唱好 是覺得演戲太辛苦了 其實我很好奇就是 歌手好像也拍過戲 這當中你的 對於你來說 就是不一樣的感想是什麼 就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 他也拍過戲 其實當歌手 真的每一個歌手 有機會都要去拍個戲 拍一天天就好 對 去拍戲之後才知道說 當歌手多幸福 大家都覺得當歌手很幸福 對 因為觀眾看不到 感受不到那個 那個溫度 比如說冬天 你拍跳水戲 對 觀眾只會覺得說 好好看喔 夏天穿冥貝 夏天穿毛衣 然後被車撞 他只會 觀眾只是感受到那個色澤 色彩 他感受不到當時的溫度 然後整個狀況 還有現場的空氣 有一些地方 衛生條件是很不好 對 對不對 而且冬天很多時候 就是你自己在演 然後真的很冷很冷 然後旁邊工作的人 都會就是擺出很心疼 也的確很關心你 但他們每個人 都是穿很多很多 真的 但是你心裡面 就會覺得說 他們再怎麼說冷 真正感受到的 都還是你自己 但是拍戲 好像都是這樣 就是天氣冷的時候 就會穿很少 然後天氣冷的時候 就會穿很多 好像就是跟播出 就是每... 很妙 永遠不會天氣冷的時候 然後穿這個錢 真的是辛苦錢 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大家都看到 光鮮亮麗的影音 所以今天有拍戲 覺得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有參與一檔戲 八點檔 對啊 八點檔更辛苦吧 那時候拍了五個月 五個月 我的部分拍了五個月 但是就是我覺得有 算有整個全程跟到戲劇的拍攝 然後也沒有算真的 上到檔 因為我們那一檔戲 後來上到檔的時候 大家是在後台等劇本的 然後外景拍完 然後馬上接棚內 棚內拍完 可能只能在棚裡面睡一下 然後又接著要外景這樣子 但是拍那一檔戲 覺得很新鮮很好玩 因為所有的演員 你旁邊的利友哥一直在搖頭 你是經歷了什麼狀況 覺得只要唱歌就好 沒有... 我覺得他回答得很好 他剛剛回答 他剛剛的回答是很好的 就是新人一定要講很多場面 沒有 講一段好聽的話 我是真心的 我是真心的好不好 真心的... 他拍戲我有去探班 有... 你知道嗎 他們拍戲前輩 很多前輩 郭哥...那天剛好是郭哥的戲 然後彩蛙姐還是 還有那個... 娟姐 娟姐 他們都會買薑母鴨或什麼 火鍋去煮 對 太幸福了 我們那一檔戲 真的好棒 但是就是 前輩他們有很多的經驗 因為拍戲 你看這個場景要到 換一個場景 這個中間光是燈光 就要調很久 對 都是在等 都在等的 對不對 而且我們拍那一檔戲的時候 剛好是12月 所以是很冷很冷很冷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那個戲是 舞台車 然後我們是一個歌舞團 所以我們也是要穿得很少 在舞台車上面跳這樣子 對 所以娟姐才會準備很多 保暖的東西給我們 對啊 所以覺得很幸福 一定是因為你拍戲 當時候沒有那個 薑母鴨可以吃 所以才覺得拍戲很幸福 拍戲 妳有拍過戲 我有拍過這樣的戲 真的嗎 就是這樣沒有錯 對啊 所以你看拍完戲之後 你看 妳才知道說當歌手 或者當主持人多幸福 現在又多了一個當主持人辛苦 沒有 我現在也是歌手 歌手 歌到手 歌到手 我現在也是歌手 對 但是Leo哥確實也有經過一些 真的很辛苦的時候 特別是在你以前 早年的時候的宣傳期 是不是很特別辛苦 聽說他都在 都在夜市宣傳 這是怎麼樣 他好像 這個是郭靖永遠沒有辦法體會的 是 多幸福呢 你看 所以這個選擇很重要 因為當初我們就選擇唱台語 台語很辛苦 還是說是選擇生夏的年份 因為以前可能 乾脆說 乾脆說不要來當人 對 還是我們可以投胎 有一段期 你知道嗎 對 妳的 妳看郭靖 妳的環境都是百貨公司 簽唱會對不對 對 對不對 然後都是舞台各方面 是 都那麼的現代化 是 然後搞不好裡面還有冷氣 真的 我們剛開始出道的時候 我記得 就在第一場 這個音樂好不適合您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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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夏 然後 聖夏 只有多樂 聖夏什麼 多樂妳知道嗎 然後我還要穿西裝 穿西裝 對 我記得在六合夜市 的頭 我記得右邊在烤 烤魷魚 左邊在烤烏魚子 我找不到 妳的烏魚子嗎 都是烤的 是 那麼熱的天氣 還賣燒生燒 都是熱的 天啊 熱到 幾乎 幾乎 人群都不想來這個千倉會的舞台 因為太熱了 太熱了 後來沒人 沒人 那怎麼辦 沒有人 就 就 就唱給那些烤魷魚 跟烤烏魚子 烤烏魚子的人 唱給他飯店也是不錯 太熱了 在那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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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慘了 這是我的出道第一場 沒有人 對啊 慘了 真的 我看我這個歌壇的路 就也不要走了 就到這裡 這個是最好的四點 沒有人 那時候又沒有名 怎麼辦 但是 那個時候我們的小老闆 他不放棄 他說 李永 這不是你的錯 是因為真的太熱了 太熱了 而且左衛兩邊都在賣烤的 太熱了 所以 所以不是你的錯 是我們選擇的場地 就是又夏天 對 後來選了一個什麼場地 後來到了台南 夜市 一樣很辛苦 也是露天的 而且也會賣一些東西 夏天 夏天蚊子特別多 對 當時那個林山 三姐 跟我男女對唱 那個三姐 我現在想到 我都覺得很感動 因為她穿裙子 她只要一下車站上那個舞台 大概五分鐘 腳就被釘得滿頭 都是包 蚊子都過去這樣子 但是後來我覺得 好像老天爺 有看到我們的努力 天道愁勤 地道愁善 我覺得努力跟善良 我們就這樣子傻傻的在做 慢慢慢慢 就從這個夜市 慢慢慢慢就讓大家知道 我是誰 對 所以人有越來越多 多到你需要使用大聲工 因為您的右下角 我們看到真的有一個 大聲工是什麼意思 你有特別選定 以前在宣傳的時候 需要大聲工 大聲工嗎 這個大聲工是這樣 就是我記得有一次在抖六 抖六 這樣講得那麼明顯 有一次在一個中部的 你已經講出來了 就是抖六 你換一個地方好了 換一個地方 換一個地方 那一次在那個簽唱會 我們要辦上下兩場 中間 上下兩場 中間可能會休息個20分鐘 結果我們在辦第一場的時候 那個 就還滿多人 靠過來那個舞台 因為我們租了一台舞台車 結果 就去影響到隔壁 隔壁攤販 隔壁攤販 人都會聚集過去 擋住他們做生意對不對 隔壁攤販 隔壁攤販就是剛好有一個阿伯 在賣衣服 然後人潮越來越多 多到我們那個場地都不夠佔 當然是 就不好意思 就去佔到他的位置 結果他就很不開心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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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他從哪裡找來的大聲功 他自備是不是 他就是每次只要主持人 在訪問我 在跟我聊天 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他就開始拿著大聲功 整條都給你做就好了 生意都給你做 好 你看 就是一直罵一直罵 然後就是 他這樣子大聲的時候 那個觀眾就是會往 就會看他 對 然後就一直罵我們 然後我跟主持人就很厲害 我們兩個很有默契 因為合作很多場 我們就說 不要猜 不要猜 我們就說我們 可是觀眾就是一直往他那邊 會分心 而且他我跟你講 電視尺度的關係 因為他後來越來 因為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在台上 就是當他是 沒這回事 我們兩個就一直 他就越來越氣 因為我已經這麼大聲 你們都不注意到我 他就直接飆髒話 他就罵髒話 是喔 罵髒話 我們兩個還是一樣 就是繼續講我們 中座沒聽到是不是 後來他這個就換另外一個工具 是什麼 他拿出哨子 就是要擾亂 讓你們開不下去就對了 那麼哨子 這是嗶嗶嗶喔 對 在你在講的時候嗎 對 譬如說你當時 你們可能在講什麼 沒有 就是主持人 我們這邊 我們這個翁里 出這個 我問天 這首歌 現在是這個民主八點檔 好醜 好醜 這首歌 是第三兵的專輯 他就 所以那個阿伯 有這樣一直嗶嗶嗶嗎 有...就是這樣 從頭到尾 你是不是那個阿伯的 你 他就是一直要干擾你 讓你開不下去 那怎麼辦呢 你這總要解決了吧 所以 這個不用講了吧 所以 這個時候呢 就是人家說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什麼 朋友 這很難嗎 為什麼要給我們 我就拿起我的手機 因為我就打給 當地的一些好朋友 我說 好朋友 好朋友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我說那個 胖哥 我一個好朋友叫胖哥 胖哥 我現在來到斗六 在你們這邊的夜市 你來怎麼不幫我顧 你來怎麼不幫我顧 我說 沒有啦 不好意思 我想說我們來一家 沒辦法我們就要再走 我水過... 胖哥 我這裡有遇到 但沒有困難 但沒有困難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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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困難 我說沒有 沒有... 胖哥 你先不要亂 有一點困難 困難 困難 後來他們就 他們就很快速的 就過來 就了解一下狀況 我們下一場 就是很順利的繼續辦 但是好人 他也沒有什麼 壞習慣 然後我說胖哥 你怎麼辦 他說沒有... 我就把他帶到旁邊 我就帶到旁邊 跟他勾肩搭配 然後就說 他說阿伯 他說阿伯 我的好朋友 難得 出來宣傳 有給妳吵到 不好意思 大家出外 對不對 對不對 都是桃口飯吃 他說對不對 你說不對嗎 你應該要說對 下次記得先打個招呼 但是他講的一句 是我現在的 大概在乘100倍的 好啦 就讓大家好好想像一下 不會 真的 出來大家都知道 和氣身材 對不對 對 要放心 對不對 要放心 對 要讓我們放心 說得好幾句 那我們就也先讓大家放心一下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都是這樣 歡迎回新鮮話 是的 晶晶的也是出了第四張專輯 不過前三張專輯其實 爸爸其實都有聽過對不對 對 這次出的新專輯 是不是有一點小小的遺憾 就爸爸沒有辦法聽到 之前的專輯 他是有參與整個過程 像我第一張專輯 他是每一首歌 都陪我到錄音室錄 因為他有一點類似說 他怕我出事提升 不曉得在錄音室怎麼這樣 然後就等於是陪我去 張羅便當 買便當給大家吃 是喔 對 第一張專輯他參與的最多 然後再來後面二 三 就是主打歌什麼的 都會給他聽 然後製作的過程 我們就是DEMO帶他也會聽 然後錄了第一段 第一次他也會聽 然後到後來 已經整個都調過也有合音了 他還會再聽一次 爸爸根本就是製作人嘛 對啊 你前面三張有沒有 爸爸有沒有掛名自己過程 對啊 後面應該有掛名 就自己這樣 他就是會聽然後會給我意見 然後他會說 你覺得你這首歌怎麼樣子 唱會再更好啊等等的 然後像我第三張專輯 是他的大調歌 電影大調歌的主題曲 也是跟立友哥一起唱的 所以他前三張他就是 真的更像妳講的那樣子 很像製作人的角色 對啊 然後包含我的照片 爸爸你覺得我封面 哪一張比較漂亮 他還要挑是不是 給他看給他 因為他很會 他耳朵很利 然後眼光也很好 很準確 所以我都會請他給我意見這樣子 對啊 其實我覺得我到現在我都覺得 諸葛亮大哥沒有離開 就是我覺得這麼棒的一個大哥 這麼棒的爸爸 他留下來給我們的那個感動太多 像有一次也是在我們這附近錄影 錄完影我就要帶金晶還有我們工作團隊 去吃飯 對 結果金晶就爸爸打電話來 朱大哥打電話來說 你在哪裡 我現在就在哪裡 李友哥要帶我們來吃飯說 你跟翁李友說 我請他吃飯 就說要請我吃飯 怎麼辦 那一天剛好我又有開車 結果他跟金晶講說 那你叫翁李友開車來南京東路幾段接我 因為他在撕那個 撕廣告的衣服 拍廣告的衣服 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車沒有洗 沒有打鬧 我要去接一個神 我有點心也有點心 結果我就看一個 在南京東路五段一個 戴一個漁服帽 他穿得很樸素的外套 那一些 我跟你講那個畫面他 那個行人之多 那個紅綠燈一停 人很多 都沒有人知道他是駐隔隔 他就騎在那裡等了 然後我就車緩緩的靠過去 他一上車說實在話 我本來都知道台北的路 大概要怎麼走 他一上車我都忘了 太緊張 就覺得我車太髒了 不好意思 如果是你們兩個 應該比我更緊張 當然 一定 對 因為朱大哥 到最後不耐煩說 你好像漸漸在開車 路好像不說太閃 最後 朱大哥受不了了 因為我一直在那邊兜圈子 然後我看我們 叫一台客廳車把我們帶路 真的 然後到那個餐廳 我們就這樣子私底下吃飯 就我們這幾個 他第一個動作 拿碗出來給我搖湯 我怕到你知道嗎 他幫我搖湯 他說朱大哥我自己來就好了 就是後來他講那句話 就讓我決定說 好 這個金金 我們一定要好好照顧 為什麼 因為他在搖那個湯 他說 我跟你說 我再接下來我的名 我的命 都要為這個我 好 我整個去給我過 太 然後那頓飯吃的 我都覺得 那個時間在過很快 太開心了 然後吃完飯 朱大哥又 完全沒有那種 天王巨星的價值 說又要介紹什麼 什麼有利人士 一些大人物給我認識 我都想說 這是何德何能的一個 對 所以我說實在話的 剛好老天爺這次 怎麼那麼剛好 挑一首歌曲 來當謝晶晶的主打歌 就叫做放心 放心 我想朱大哥 真的 你看郭靖 齊君 大家 我們包括電視機前這些好朋友 大家都是朱哥亮大哥 你的影迷 我們一定會愛屋及烏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也請 朱哥亮大哥 你講那些很 朱大哥愛放心 他會越來越好 對不對 這次的專輯 朱大哥真的就是 我的心聲 這是在錄音的過程中 其實也中斷滿多次的 對啊 因為歌詞 副歌有唱到 中間以後不能友好 對 所以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會有很大的情緒 對 但是我覺得這一張專輯 可能因為經歷這些事情 然後成長很多 然後在唱的時候 因為以前我們可能是這首歌 是在唱別人的故事 然後可能自己去想像一些 用想像的 但是這一次的歌 因為有很多老師知道 我的這些故事 然後在寫的時候 有點像量身打造 然後就會讓我在唱的時候 真的 完全是在唱自己的心聲 自己的故事 所以更投入 跟放更多感情下去唱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會有聽出來 對啊 不過因為兩位 該怎麼說呢 都是非常會唱台語歌的人 對 所以如果考你們兩位現場 演唱台語歌一定沒什麼 但是 這個就無聊掉了 如果是唱國語歌的話 而且是對唱琴歌 我還以為要考我們唱西班牙歌 西班牙 西班牙彈蛇 我想大家應該也是聽不懂吧 國語歌只是換一個 對不對 換一個語言而已 而且這個國語 平常我們也是常講 對啊 OK 所以兩位在合唱的時候 都是有唱過國語歌嗎 還是以海語而已 私底下 私底下又讓我們有唱 在雲頂有唱過 對... 現場考驗兩位對唱 裡面有很多 還要用抽的 對 裡面有一些 家喻戶曉的一些歌曲 對 都是對唱琴歌 對 我們就讓你們抽 妳的手受傷了 還要這麼辛苦嗎 我自己來 好 利友哥抽... 來... 我抽 妳怎麼感覺在摸恐怖箱 剛剛那個臉 會抽到哪一首歌 請 好緊張 如果是不會唱的歌怎麼辦 你最珍貴 最珍貴 這也是很經典的 很經典的 你對這首歌都很熟吧 OK嗎 可以嗎 我就怕你們不熟 我們又沒有要唱 我們就吞而已 我們不熟什麼關係 我怕你們不熟 因為你們熟的話 聽會有共鳴對不對 熟... 熟啊... OK... 請... 好喔 這個是我的偶像的歌曲 是 張學友 明年這個世界 約在這個地點 記得帶著玫瑰 打雙鈴帶幾雙思念 東京是個最美 真心的給不累 太多的愛怕醉 每一人疼愛再美的人 也會憔悴 我會送你紅色玫瑰 你別那一身眼淚相對 未來的日子有你太美 夢才會沉一跌 我選著在你愛裡沉醉 我不沉醉 你笑不沉醉 我沉不沉醉 我願意這條青路相守相隨 你追著你為你 有夠深情的 對啊 唱歌的時候就是不一樣的 對 而且他們兩個 唱台語的感覺跟唱國語 其實是不一樣的 聲音聲線也都長得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啦 一樣的話就要馬上被郭靖叮了 怎麼會 我怎麼敢叮您呢 真的 如果我們用唱台語的 這個聲音的厚度 還有唱台語歌的習性 那就完蛋了 那會怎麼呈現 就會 董青是可追 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國語歌 國語歌其實真的就是 清清淡淡的感覺 唱也是一個氣氛 但是有一些尾音 它是不用抖音 不用 不要 對 還是有學問的 對 當然 對 是什麼 我家裡 台語 你要學台語對不對 對 有一句俚語叫做 沒禪又沒空 是怎麼翻譯 沒禪又沒空 真刻 刻今忘了 就是僅僅依靠的 就是靠這個專業 是不是很多問號 算了 聽不懂 歡迎回來新鮮話 是的 我們今天特定 為了這個立友大哥 以及晶晶挑選一道命理題 沒錯 來測驗他們2018年的這個 音緣究竟會如何 先歡迎到我們的愛菲爾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愛菲爾 今天我們來為我們的兩位來賓 以及觀眾朋友 因為已經2017年的尾巴 是 現在已經2018年了 有錢沒錢 娶個老婆好過年 我們來測一下 2018年我的姻緣機會有多高 這也是一個血淋淋的一個題目 但我覺得兩位好像都很安靜 你們是不期待嗎 我就說 他們要嘛就是不期待 要嘛搞不好已經穩穩 這個如果得到好的 答案 如果得到好的答案就是放心 不好的答案就是放森 放棄 對... 但是不要擔心 我們就仔細看 搞不好你的手心很棒 選到了一個很好牌 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來看 今天的哪五張討論 還有哪些神秘元素 那麼第一張牌的神秘的元素 是一個灰頭髮的女生 手中拿了一個球 旁邊有一個這個 橋 看起來是金門大橋的感覺 它上面是不是還有一個東西 對...是有一些霧的感覺 那麼二號牌 大家可以仔細看 它是一個紅髮的女生 紅頭髮 而且她頭髮上有一個小蜘蛛 仔細看在這裡 那麼三號牌 它是一個撲克牌的一個女生 它是一個黃頭髮的撲克牌女生 以及一個紅頭髮的一個小丑 這是三號牌 那麼四號牌更特別了 有四隻紅鶴 那麼中間穿了一個 站了一個男生 梳的頭髮很帥氣 那麼五號牌也是一個 紅頭髮的女生 雙手摸在自己的頸部 後面的背景是一個月亮 請觀眾朋友 以及我們的兩位來賓 一起來做測驗 2018年我的姻緣指數有多高 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測得的分數越高 代表2018年一定會結婚 但是一定 一定 掛保證的 不然可以來踢這個桌子 你說踢這個桌子嗎 招牌是不是 對啊 這個桌子是我們製作單位 對 不是 如果說是踢你 對 你這樣有一次 他就是不要人家去踢他 踢桌子 桌子壞掉 我們的腳坐牌 我跟你講 先做了測驗 再來決定要不要踢我 好 好 來 我們的金晶 我想要選紅鶴那一張 紅鶴這一張 來 利友哥 我現在 我不是第一就是第四 不是一就是四 那你的直覺是什麼 對 直覺只能選一張 這不是復選題 好 這樣也好 都一樣 我選的第五張 第五張 對 我也是賀耶 也是賀 你也是賀 對 為什麼 就賀啊 對 敗的 而且又紅又賀 但是有四隻叫 不是 不是 因為我是有原因的 我跟你講 下好離手 已經豐盤了 不能再加錢 這是直覺的 對 直覺 我們來先看答案好不好 好 我們先看第三張 好 來 這張是觀眾朋友選的 我們來看一下 2018年的 結婚指數有多高 內心多變 而且很難相處 所以結婚指數 1的足度只有40分 他拍到丁還有40分 我跟你講 因為他其實這張牌 拍到丁 很難嚇人 我就拍到丁 你真的 拍到丁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3號牌的朋友 2018年的結婚指數 不高的原因 是因為你還沒有 心性還沒有定下來 還沒有想要結婚 所以不要怪對方 對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選到的 這個蜘蛛好不好 蜘蛛女 也是觀眾朋友選的 那麼他的2018年結婚指數 有多高 緣分天定 被動等待 所以這個姻緣指數60分 也不錯 是幾個分數 還OK 這代表是說結婚這件事情來講 他的心態是比較被動的 需要對方來主動 如果你的情人更積極更主動 或是你父母幫你催婚的話 搞不好你就會結婚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中間的分數 我們都出來了 真的耶 都出來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選到1號牌的 好 1號牌 柳哥本來想選的 本來想選的 本來 但是沒有選 但是觀眾沒有選了 看一看你的2018年結婚指數 有多高 台族萬難 台族萬難 可以選嗎 一門 你差一點點就要結婚了耶 但是可惜 真的是可惜 最後你選擇了另外一張 其實為什麼這張牌 如果說以利友來講 我覺得你心情對於結婚事情 比較矛盾 想要又不敢要 我覺得 因為這個橋它其實代表說 你與另外一半的連結 就代表說其實有一個通道 但是目前這個被雲霧所遮蔽 也代表說有一點點就是說 好像有一點困難 還是中間還有一些阻礙 所以我覺得利友來講 本來你要選這個的部分 就代表說 如果你能夠心情再更篤定一點 那麼就有閃婚的可能 怎麼了 你遇到了什麼樣的障礙呢 你先說 我不是選那一張 你看你內心多變 你是選哪一個 我不是那一張 你亂了正價 你亂了正價 一定有什麼 我跟你講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跟你講這剩下的 以我的經驗 它撥外撥不是80 就是20 對... 更狠一點就是20跟0 但是我覺得我們先看一下 利友哥跟我們的金晶也是 還有齊君 還有齊君也是選這一個 是... 是嗎 最多人選的這一個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選到這個 到底好嗎 2018年 請命 聽著 快有收穫 80%了 利友 也算不錯了 你就算你了嘛 什麼啦 沒有 他好 他就一直抱你 你看 沒有啦 我是安慰他 你自己還沒 你那個困難還沒講 對不對 你選這一個 你選第五個 我這次一定知道是20分 對 所以選到觀眾朋友 如果說你也跟我們的來賓 都選到這個賀一樣 他其實代表是說 你在尋尋覓覓的過程裡面 一定會得到你要的 因為他這張牌的重點是什麼 這個男生的手上 其實拿了一條魚 有沒有看到 他有看到這個 在哪裡 有在這裡 也太細了吧 這沙丁魚嗎 很小一條 你沒有用到那條嗎 不是... 以這個尺寸來看 不是... 這個是魚餌 還要釣魚餌 不是 這個是要餵紅鶴子的 這麼多鳥類都還撿得到魚 表示對不對 魚餌就是循循循循循 才能釣到大魚 當然是我們今天千萬要出來 千萬 是我們的郭靖選對不對 好 來 觀眾朋友 如果你也選到這個女生的話 千萬 來... 好 千萬 2018年沒有機會過過時機 這有弦外之音耶 2017還沒有過完喔 你還有機會 說得好 2017幾 沒有機會 這也太慘了吧 我跟你講 其實大家仔細要看牌 每次都有神秘的符號在裡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還有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沒看到 一個十字加一個墳墓 老師你不能這樣 是 這麼小 它是一個墳墓 老師你下次可以先寄給我嗎 可以 不是教堂嗎 然後你那個檔要很大 要很大 我們才看得清楚 你剛好看到他嗎 沒有啊 為什麼 不要把它解釋成教堂 對啊 教堂 但是我跟你講 這麼幽暗的一個夜晚 它是一個墳墓 所以代表說2018年你不會嫁 不是說我會走進愛情的墳墓嗎 對啊 就是婚姻啊 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 這個是就是說 直接就是墳墓 你懂嗎 但是我覺得對藝人來講 對不行 對他來講是好事為什麼 他會賺更多錢 有可能 他會更紅嗎 也可能就2019年級 對嗎 賺更多的錢再嫁掉 不是更好 不能是對方很有錢 我嫁到那邊去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你說什麼都可以吧 可是這樣看來 六哥你不是80分 就是100分 真的 其實指數滿高的了 真的 我覺得很不錯 我們明年 新鮮的話會就請到你 跟你老婆這樣 我都幾歲了對不對 不要再用那種 很出乎意料之外的眼神看我 出乎意料 沒有出乎意料 你要用很同情的眼神來看我 會結婚 會結婚 我們就是期待 就是聽到這個 立友大哥的這個好消息 好不好 對 大家對這個答案 哄心了嗎 操 放心 你就回去尋尋覓覓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到廣告 是的 我們今天新鮮的話很開心邀請到立友大哥跟金晶 兩位都有新作品跟新活動 先請金晶講一下你的這個作品 最後跟大家宣傳一下 好 我的個人新專輯 哄心 放心 然後是一首 充滿感情的一首歌 非常適合送給你 希望他可以放心的對象 然後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然後可以到我的粉絲團按讚 那立友大哥呢 你的活動 我在明年 2018年的3月25號 要到新加坡的聖逃殺 民生世界 裡面有一個廳 要來辦我的個人演唱會 已經有很多台灣的好朋友說 要飛去新加坡 我說這樣飛機票錢比演唱會貴 對耶 他們說我們也沒有去過新加坡 很多台灣的好朋友要去那邊 順便去玩 對 順便去玩 我也會分去 我也會分去 對 你是順便的 順便 然後在這邊 因為立友這10年來 也都藏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還有印尼做演出 所以希望到時候很多的這些 東南亞的好朋友 能夠來到3月25號 來到這個民盛世界 這個聖塔莎門 民盛世界 來聽聽 唱歌 因為我會準備好幾首我的成名曲 我還以為你說 我會準備很多好吃的東西 他說 旁邊有個製品 好棒 你們知道嗎 因為這個 東南亞很多的好朋友 他們最喜歡看的 都是我們台灣自製的福建 講好歌 對 閩南語的八點檔 對 剛好八點檔的一些主題曲 剛好也都是我唱的 這麼剛好 對 都剛好 這麼剛好 剛好他們也都喜歡這樣 希望你們到時候能夠前來 我會真的都準備 這些成名曲給你們聽 好的 希望大家去現場聽這個 立友大哥唱歌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金晶的新專輯 今天謝謝兩位了 謝謝 謝謝 謝謝